你给的哈 台剧《想见你》 自2019年播出后人气高涨 还在去年金钟奖颁奖典礼上 横扫四项大奖成为最大赢家 随后相继传出韩国购买版权即将翻拍的消息 《想见你》在亚洲地区获得相当高的人气 在韩国更是拥有众多粉丝 因此韩版《想见你》将由哪位演员出演备受关注 近日角色预选公开后 韩国网友们也提出了各种要求 赶快一起来看看 饰演浪漫医师金师傅2 及《红天机》的演员安孝谢 他近日接到《想见你》 韩国版李子维的出演邀约 也就是男主角许光翰的角色 不过目前他仍在考虑是否确定出演 感觉安孝谢和许光翰长得有点像又有点不像 这个角色的演技应该会很困难 因为要从十几岁的小时候 演到长大后的三十几岁 天啊他的演技可以吗 看了他之前演过的作品 演技简直 虽然演技不差 但是有点就外形方面是适合没错 邀请一些演技好的演员吧 啊我的《想见你》 对我来说想见你男主角长得很暖 但是安孝谢却是犀利的感觉 很好奇会有怎样的呈现 虽然有想到蔡中协 但是这位演员也挺令我感到好奇 说实话女主角的演技要比男主角来的重要好几倍 真心认为只要找不讨人厌的男主角就行 过去网友敲碗 指名推荐最多的演员是蒲宝健 徐康俊以及蔡中协 但是比起男主角的外貌和形象 更多人对演技表示担心 而女主角方面 是由饰演黑道律师文森佐的全乳斌收到出演邀请 网友们针对女主角选角又有哪些反应 本来觉得男主角还挺合适 但是女主角太不适合了吧 觉得金高颖好像更适合 全乳斌的演技好吗 原版的女主角真的演得很好啊 不论年龄如何 这个角色不是很适合她 全乳斌竟然是女主角 真不敢想象 不要想外貌长得像不像女主角 只要想着是否适合演那个角色 就会觉得很适合了啊 我一次都没设想过适合谁来演 首先光是形象就不适合 这是我很喜欢的作品 希望能请更清新更青涩的人来演 全乳斌在电影中饰演高中生真的很厉害 在黑道律师文森佐也是漂亮到吓人 对于全乳斌的演技 好坏参半大家眼光都不同 针对想见你和全乳斌形象不合的说法也很多 还有许多网友认为安孝谢和全乳斌都不适合 目前选角还尚未确定 也未有其他配角们的选角透露 而电视剧预计将在线上平台 Disney Plus播出 不知道之后在选角上还会有什么异动 敬请期待 以上是今天的三分钟K报